等等 等等 我有话想说 我想问你起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你是一个说不爱就不爱的人吗 是 就是我特别理解不了 说不爱就不爱的人 其实你各方面 我就觉得没什么可挑剔的 但是在了解当中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这种人 我觉得我愿意驯服一头野兽 但是我希望这野兽 是一直缠着我的 但你不是那种野兽 丽子我想起了 乾隆曾经为自己 一个喜欢的女人写过一首诗 是在乾隆十一年里 这叫梦 其中有一句话是 又叫梦中一相逢 我答应你每当看到丽子的时候 都会想到你 谢谢你今天为我来 谢谢 我其实心里是有点失落的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她一个理性的选择 就你明明知道这个结果 你要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即使很难过 好 好 好